我结婚前公司叫我去受训去英国 方坤元饱满的额头工作时发生气爆重创 我在操作上那里其实没有人到了 就上到这个头啊 医生把整个脑膜跟脑膜在一起这样浮出来 38年前三女儿不满一岁 整个家族十多人都靠她的薪水支撑 这意外导致头颅骨碎裂 至今头部依然凹一块 但幸运的她脑部完全没受伤 我在家里休息大概一二十天吧 那就回工厂去上班 上市刚好她就返回工作岗位 继续为家绩努力着 一坐就坐到退休 但都没有后遗症嘛 躺下来的话觉得脑部就是说有水这样 搬身的话也搬搬搬 我爸爸都不会说她很累或很辛苦 但是她会倒在那里晕眩的 不敢有不舒服 是不敢觉得 以前的人就是比较敢玩 甘愿付出的心不只在工作还有家务 同事都佩服她 对家庭很有责任感 她一回来就是小孩子就推着出去 姐姐要做这个工作 我们家的话洗碗要用墙的 为什么 因为我爸爸吃完饭她就赶快去洗碗 就连五个女儿大了 她还是家事全懒在身上 孩子们不是医生就是老师博士 但她退休也闲不下来 还乐于带孙 我爸爸在我们家小朋友的心中 其实他是阿公妈咪 在孙子的脚踏车是他亲手改造 至今孙子都快上小学了 妻子呢十多年来 因为肾病得在家做覆没透析 一天要洗四次也靠她 家中打造透析室 她得随时注意妻子的状况 连睡觉都不松懈 然后你出问题了 爬起来就不敢睡了 就马上帮我解决 至今她依然是家中支柱 但看着老爸停不下来的忙碌 女儿有话要说 那我们其实最希望我爸爸 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为了家爸爸甘愿辛苦到老 就算他头骨少一块 家的温暖也从未缺过一角